就看看这球啊 中国队他进去 你很快有机会了 横向的那些 直接的摇打成雨 搭档19号杨浩雨 今天这场比赛 是出现在了双前锋的位置 而且我们看看 有没有机会啊 这脚 被韩国队破坏了 让他一个调整 王玉栋 这个 好球啊 这是中国队 形成了三次策略 形成了还 他还能形成了反抢 在远兽之前啊 他身边是有 中国队的队员 在帮助的 在帮助防守的 但是 14人的大名单 哎呦 这球啊 也是高中大学 出身的主教练啊 一会儿我们 这场比赛 我们看啊 中国队员啊 连续压抑 我们看 连续的这种 后脚跟啊 身后的传球 中国从右路 位置上的人员的调换 然后这场比赛 相比于打越南那场 只保留了一个首发阵 所以这三场 看韩国队的排名不正 这一次 形成了很大的机会 至少中国队 在右边后卫的 助攻那一侧 上半场20分钟 至少有四五次机会了 我个人甚至感觉 玉苏甫 阿姆提 来打 先开一下这一球 好球啊 到了进群里 这球走内线 要调整 看有没有起脚的空间 过掉了 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啊 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威胁 他的进攻组织 也不能够很严整的 传递起来 这一球啊 中后卫出现了失误 对方的七号黄哲雄 黄哲雄内切 哎呦 好球 这是一部分工作啊 剩下的一部分工作 就让帮助自己的船队 哎呦 这个球怎么被漏掉了 最有威胁的一次还是 也在被韩国队所重点利用 这个在足球场上 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一侧攻的锚 那你这个边后卫身后的这一边 肯定就是空档 那我们的中后卫 在进行人员的盯防的时候 中场球员在进行补防的时候 对这一边要多注意 任何一个球队跟咱们踢 也不容易过关 向他后防线整个靠左边的15号 贤轩宇 还有刚才持球的3号 裴选瑞 这都是三场比赛 是一胜两平 拿到了五个击分 都是由他来主罚 这球直接选择了射门 这个球漂亮 有没有 边路的空间 这球选择了那一切 七角打工 这时候防守越要注意 曲和平靠近对方中场的持球球员 好的 各界时刻边路的位置又是很 场上的具体位置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起门乐见 证明了王渝洞的优势所在 我们看王渝洞的身体优势 速度优势 包括对球的这种 做执教 黄洗菜读高中的时候 是他的学生 都传球失误了 16号金铜敏 在中场把球断下来 干扰 这球呢 在国庆队我们也看过 踢右边后卫 也能踢后腰 他的这种 中锋啊 这抢第一点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二点的一个接应者 所以说毛尾 哎呦 这个球啊 而且你看航空队啊 在定位球的时候 也对他进行了保护 哎呦 这个球小心啊 会不会出牌啊 这得吃牌了 这个动作有点大 次动作的选择吧 感觉到 但是这两个人上来之后 所带来的进攻线上的改变 给到中锋队后防线 哎呦 这个内部啊 漏着浪 危险了 哎呀 我们之前的这种 找到空档的 这球要是投球好的队员啊 这一下子太危险了 通过铲球 把这球给断下来 边后位之间空档很大 你看我们中场的 传接球的失误率 现在特别的高 好球 这个球啊 韩国队是逐渐把这个 非常大 那这就还是 我们在中场传接球的失误 然后依然是对方 在右边后位的位置上 他的二号把球断下来 然后转移到了 二十七号的脚下 这两个人现在主打的 就是他们右路的进攻 对的就是王玉栋身后 重演了一次 又是这个 就跟虫放一样 哎呦 这个被对手 很轻易地做了一个二过一啊 做了一个二过二 把球过掉 哎呦 对手这球没劲呢 把球过掉了 你看啊 韩国国青队 还是利用边路的进攻 然后这个球呢 直接越过了 中国队中路的两名防守球员 这球传的真好啊 传球的 你刚才这个球威胁太大了 而且这段时间 两个内部的防守略微 显得有点乱 刚才就是黄铭 赢的一个回射拿球 让我们的这个后场的出球 一下就活了 这是比赛习惯 嗯 就是接下来我们在国际比赛当 很轻巧的传球 其实这个球传得很小 但是一下就打破了这种 对手的防守平衡 王玉栋可以罚这个球 韩国国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大门了 哎呦 打在人墙上 当远多有机会 投球过半球尽了 这个刘成宇 几场比赛的一个回报 再看啊 这球刘成宇的位置空了 我们的对手也是 很罕见的 在后方线上出现了 一个盯人的严重的失误 这个球一碰撞之后啊 比赛打到78分钟 中国国庆队这边 20号刘成宇 投球 中国国庆队抓住这个机会 破门得分 一个中方位来盯中国国庆队的中锋 能够站出来 关键时刻能够进球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球啊 就是这届青年队的每一个进球 青年队的价值所在 这是曲歌平的产球犯规 一点点的落实 继续保持压力 继续给他反击 这个球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拿住 刘成宇 边路拿球 这是天鹰刚才所提到的 他边路拿球的能力 到了前去连打满 撤进了 撤进了 赢了赢了赢了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中国国庆队在比赛的最后的这个阶段 实际上他保持着在进攻线上 给对方的压力 压力对 我的中场在维持着反抢 然后我丢球之后 我并不是说回传球 或者是传安全球 我积极地在向前去寻找进攻的机会 如果说之前啊 九日结尾棋的这支国庆队 在中锋的位置上 可能还有一些人员选择的变数 那我想此战之后 刘成宇就将会成为中锋位置上的不二人选 对 而且他担当的最后 刘成宇在这场比赛当中 下半池 关键时刻 独中两圆 帮助球队现在一局锁定胜局 后角的防守要注意 比赛结束了 本场比赛的当中